看出那个员工的那个什么呢 精确的那个天数 那我这边当然相对 各位可以看到公式非常的冗长 这么一串 不过呢 这位也不用看到这个公式觉得 哇这怎么做出来 其实有些诀窍的 你先产生其中一个 然后再用剪贴 然后串接 其实也可以完成 那这个是等一下会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对一地步 你们可以先练习一下 Dedif的使用方式 结果在第3的地方 你可以先等于 那因为我前面讲过 那个Dedif因为 它有牵涉到一些专利的问题 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放在清单里面 那我们可以自己打 Dedif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Dedif前刮壶 那它的逻辑基本上会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前面的日期 所以你可以点旗子日期 逗点 结束日期是比较后面的日期 所以未来你要比较的话 先放前面日期 再放后面日期 然后逗点 再来就是比什么 我要比的是年的话 那就是相差几年 比一个Y OK 那这边的话后面的话 就是在什么 再加上一个后刮壶 打勾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算出来是26 等于1980的8月15到2026的10月12号 相差的12年 不 更加26年 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它这边呢 计算的方式 除了会算年之外 其实它还会去帮你检查一下 它有没有满月 有没有满日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把那个结束日期的 这个10月12号 把它改成8月12的话 因为8月12号 前面是8月15 到8月12 12还差三天才满一年 所以如果你把它 Enter过的话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呢 后面的结果本来是26 它就会变成只有25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满 OK 所以这一点的话 特别注意 Tedif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会除了计算年的部分之外 也会帮你去检查月跟日 到底有没有满 OK 所以如果说你把8月 这个后面日期 再改成8月15的话 Enter 你会发现后面呢 就会自动跳26 因为刚好满26 其他的部分呢 也都雷同 向下填满好了 我们把它向下填满之后 你可以把Y改成M Enter一下 313个月 那一样哦 如果你把10月的改成 本来12 你把它改成15的话 Enter 因为15号又满一个月 所以Enter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会变成314个月 又多一个月了 因为它会检查 月的部分也会检查日哦 OK 有没有满 然后天的话呢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D 所以YM D 9554天 当然我刚刚讲过啦 你那个Dedif 除了可以就是 可以这样算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算日的话 用刚刚的方法 你可以等于 这个天 减掉 前面这一天 打勾之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 就刚刚我讲的嘛 因为日期 在Excel里面 就是一个数字啦 那数字减数字哦 回来只要格式是数字的话 它也就是天数 所以打勾看一下 试一下哦 打勾 有没有 一模一样 9554 跟这个Dedif一样 所以哦 其实未来如果你算天啊 你不一定要用Dedif 反正麻烦 如果算天哦 你该算那一天减那一天 结果就出来了 有没有 更简单 所以 那Dedif它主要的用途哦 就是帮我算月 可能比较OK 因为月有分成好几种天数不同 年的话 还有牵涉到什么 有润年 跟不是润年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还有什么呢 YM YM指的是 我如果不理会 Y 就是理会年之后 剩下 意思就是说 年的部分不要管 1980跟2006不管 8月15到10月12 相差几个月 8月15到10月12 一个月 主要它也会看日啦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后面的 12改成15的话 Enter 变两个月了 OK 那如果说呢 你把那个10月改成1月的话 前面大后面小 特别之后 如果前面大后面小的话 那它会帮你把那个后面小的 变成是下个年度的哦 OK 8月15到下个年度的1月15 像它几个月 Enter 5个月 OK 9、10、11、12 然后再1月 OK 所以是指的是什么 下个年度的哦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YM 可以算什么 如果像我们取得那个底下那个问题嘛 就是精确到那个 几岁几个月的话 有没有 年不管嘛 还是算月 那再来MD MD的话实际上怎么样 就是指的是 如果我的年跟我的月都算完了 那我要剩下几天的话 意思就是哦 如果我1980的8月不管 2006的10月不管 15号到12号相差几天 如果后面比较小的话 基本上算下个月了 OK 所以它有27天 当然如果说呢 后面12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22号 它就变成什么 15号到22号相差7天 OK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那其实利用这样的概念哦 我们就可以配合什么 刚刚的Y算它的几岁 因为年用过了啊 剩下了几个月用YM 年跟月都用过了 剩下MD 所以我可以把DATIF 三个把它怎么样 放在底下的公式 可是问题哦 这样串很长耶 怎么样串比较简单哦 教各位一下 其实也是一样 很复杂的东西哦 绝对都不是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两次三次都没关系啦 反正慢慢来嘛 做完打勾看看 对了再往下做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基本上呢 这个后面的做法 第一是先等于什么呢 DATIF 一样哦 然后呢 钱瓜糊 前面的日期 那就是生日 所以先点一下生日 逗点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比 那今天呢 好像前面还有个格子可以点对不对 那现在没有那个格子怎么办 自己打嘛 所以习惯如果说你要取得今天日期的话 记得打一个TEDAY 记得哦 TEDAY后面呢 小瓜糊不能遗漏 所以小瓜糊打上去 OK 只要是函数 一定要有小瓜糊 之前有同学是都忘了打那个小瓜糊 那就错了 TEDAY小瓜糊 即便它没有引数 但是还是需要打上去 逗点 比什么呢 我要比Y 后瓜糊 好 那你先做完这样啦 因为我想应该做第一阶段应该没问题 打勾44 可是后面的话呢 大概44 后面还有什么 税啦 然后几个月啊 又几天 对不对 怎么办呢 一先做完 二的话呢 我是建议哦 如果后面要串什么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 底下这个 问题说明的 税 到天 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就Ctrl C 或者按右键复制也可以 再切到刚刚的公式 把它怎么样 串到后面 那串怎么串呢 前面有讲过End 所以先一个 Ship加上7 然后先给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 然后呢贴上 贴上是Ctrl V 再一个后双引号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因为我要串什么 串这个东西 那串它的话呢 一定要用什么End符号 然后呢 可是你那个文字嘛 文字前后一定要双引号 这个必须要记得的规则 这些规则 这个应该要记得 这没办法 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啊 真的没办法 这个就是比尔盖是定的嘛 反正 它设计的时候 它就这样定 那我们就照它的规则就对了 好 所以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什么 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看到的结果就是 44岁N个月又N天 很接近的 但是还有两个N啊 这两个N怎么办呢 当然 你需要怎么样 把它再抓出来 那这个 第一个N 其实指的就是 什么呢 用YM 因为没有 不理会黏之后 放到这边 这个第二个N是MD 放到这边 可是问题是 要怎么做 那如果你重新再做一遍 很复杂 我是建议 第二阶段你可以怎么 把刚刚做过的这个前面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它贴到 第一个N里面 那因为贴过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参数只要 把Y改成YM就好了 但是你要把这个公式 放到那个N 可能要有一些细节要注意一下 什么细节 1 这个N怎么样 因为你要把它放中间 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完整的文字 头跟尾 那你要把它放中间的话 记得 要先切开来 OK 所以本来是一个双引号到这边 那你必须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双引号 在这边加一个双引号 表示呢 这边变成一段了 这边变一段 这边变一段 中间要怎么串呢 再加N的符号 再加N的符号 因为 自串跟公式 一定要end串接 这个是固定规则 这也可能要稍微熟练一下 那所以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1 先在这个N什么 选起来 2 双引号双引号 这是前面的 后面的是 后面的那个串接符号 再来做什么 把那个刚刚这个前面的公式 复制一下 移到中间 贴上 把它改成什么 YM 打勾一下 几个月出来 9个月 OK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后面一个 N的话 那这个N怎么说 一样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你将来一个自串中间 要放一个公式 或放一个储存格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口诀 我习惯 先双引号双引号 两个 移到中间 and and 两个 所以 两个双引号 两个and 放中间 再移到中间之后 把公式贴上 这个公式太长了 展开一下 旁边有个小箭头 按一下 让它展开 把这边改成 and d 打勾 完成 向下填满 OK 特别的注意 刚刚主要 我觉得如果说 你一下子 还是背不起来 那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背口诀 and 怎么样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and and 移到中间 再贴上公式 再修改公式 这样子 保证正确 OK 这种方式的话 如果你实在是一下子没办法理解的话 就很好记 两个双引号 放中间 两个and 再放中间 把公式贴上就好了 那它的原理原则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 双引号是 为了一个前面 一个后面的 and 也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后面 中间就是放公式 当然主要是要串接一个公式 或者储存格 这是必要的 做完之后呢 请你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很快可以算出什么 每一个员工 他的生日到今天为止 他总共活了几岁 几个月 几个月 又几天 所以请各位呢 试试看 这个这一题相相对的 又比前面来的更加的复杂 不过呢 基本上我是分了三个阶段来完成 第一个阶段一定是 ADIF先做出那个Y 第二阶段是 把那个底下的这个字串怎么样 复制之后 把它贴到那个我们后面 但是贴上去的时候记得 前后双引号 前面要加个AND 这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呢 才是把后面两个N 怎么样 把它 双引号双引号 AND 然后呢 中间就串什么 串公式 把它贴到中间来 做修改 这样子 三阶段 三阶段 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 未来喔 如果你要做 比较冗长的 这种公式叙述的话 基本上 逻辑上差不多啦 所以你大概 如果习惯这种方式 未来你在做 很复杂的东西 其实对你来说 也会不觉得是复杂 所以慢慢慢慢把这种 处理公式的能力增加 OK 试一下好了 那当然呢 在那个 在讲义里面 也有最后做完的结果 那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部分 试一下